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晓慧婚内出轨的对象 对方为他抛弃第一期 在两人交往期间 陈耀明也宣布破产 在对方破产后 张晓慧也与他分手 自此张晓慧的名声彻底臭了 在很多媒体的描述中 她都是一个拜金 势力虚有没有道德底线的女人 1963年 张晓慧出生在加拿大 她的父亲是一名华侨 曾经创办了加拿大中文电视台 三岁时张晓慧拍摄了人生的第一支广告 小学和中学就读一著名的玛丽诺修院学校 九岁时张妈妈就带着她逛名牌奢侈店 十一岁时她穿上了东京最贵的一条裙子 十四岁她就自己打电话到巴黎定制服装 加进优渥 张晓慧本人一掌的美貌绝伦 一头如云的绣发鹅蛋脸 新人眼 凹凸有致的身段 再加上自小培养的不俗品味 当时有传言说 香港的很多当红女星都会借鉴她的传意风格 22岁张晓慧认识了来加拿大开演唱会的钟正汤 两人一见钟情 一个是如明珠一般的富家女 一个是当红的风度翩翩的男明星 张晓慧形容这段恋情是 当时她很爱很爱这个男人 爱到恨不得24个小时都在一起 而钟正汤也沉迷在张晓慧的容情中 钟正汤是著名乐队温南乐队的主唱 在乐队解散后 单飞的钟正汤以一首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使事业更上一层楼 同时她还参演了很多电影 比如小神故事 杀七二人组 一五两七 东城西九 合作的都是当时一等一的巨星 林凤娇 张曼玉 梅艳芳 王祖贤 梁朝伟等 她当时在香港娱乐圈的地位是如日中天 虽然贵为当红巨星身家丰厚 但是因为用年时家到中落 钟正汤的妈妈要靠洗衣来养家 所以钟正汤自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因此在成名后 交往的女友还曾投诉钟正汤吝啬 送的礼物都是卡片音乐盒等小物品 但是在张晓慧的面前一项节俭的有点吝啬的钟正汤 却是一只千金 1988年25岁的张晓慧 身穿戴娜王妃的御用设计师设计的婚纱 嫁给了35岁的当红歌星钟正汤 这场花费了300万港币的梦幻婚礼 至今还被无数人津津乐道 婚后呢张晓慧的生活是奢华至极 所用物品呢非名牌不用家里的名牌包包 衣物堆积如山 十万块的裙子只穿一次 同样款式的名牌衣物 一次就要购买五种不同的颜色 有亲戚朋友看不惯张晓慧的大手大脚 向钟正汤投诉时 钟正汤一句老婆就是用来疼的 让这段童话般的爱情更是受到众人的艳羡 只是再浓烈的感情也经不起时间的消磨 随着岁月的流逝 两人之间的感情慢慢有了下戏 钟正汤虽然很爱张晓慧 但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他只会被压抑 感情浓烈时 钟正汤可以永远张晓慧种异于他的消费习惯 但是年生日久 他还是有了不满 再加上此时的钟正汤事业禁入了瓶颈期 收入了骤减 以他这时的收入要应付花钱如流水的张晓慧 的确越来越吃力了 因此两人争执不断 1997年的金融风暴 更是让两人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再之前呢 夫妻两人就买了很多的房子 更要命的是 在1996年 他们还借了钱炒楼 结果呢 1997年的金融风暴 楼市暴跌 钟正汤根本无力应付每月的公楼费用 巨大的压力下 两人互相指责怨怼 曾经的感情都消失殆尽 此后不久就传来了张晓慧 婚内出轨富商陈耀明的消息 钟正汤指责张晓慧花他的钱 用他的车接送情人 刹时间呢 张晓慧被谦夫所指 面对钟正汤的指责 张晓慧呢 则回应 两人呢 是开放式 婚姻是彼此早就达成共识的 按照张晓慧的说法 在生肖小女儿中家情后 两人的感情已经破裂 但是考虑到孩子五岁之前 很需要父母双方的陪伴 因此呢 他们仍住在同一栋房子内 但是呢 已经协商好 可以分别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可是他的这番说法 没有任何人相信 1999年 二人协议离婚 此时因为炒龙失利 他们两人背负的债务 已经高达了2.5亿 最终呢 无力偿还的钟正涛 在2012年申请破产 钟正涛在采访中 讲述张晓慧恐怖的购物欲 称他在睡梦中都喊 So beautiful 每当这时呢 他都心惊胆战 不知道他又看中了什么 这些言论呢 无疑更是坐实了 因为他铺张浪费 才害得钟正涛破产的罪名 面对这些指责呢 张晓慧从未正面回应过 离婚后 张晓慧和陈耀明交往 只是呢 随着陈耀明宣布破产 张晓慧呢 也与他分手 至此 张晓慧在众人的心目中 就是一个害得两位 亿万富翁破产的拜金女 他遭受了很多的谩骂 污辱 但是却从未见他出来哭诉 在钟正涛都承受不了压力 申请破产后 他开始拼命的打工赚钱 他把自己多年的衣物包包 首饰等运到台湾售卖 一共呢 装了100箱 在凭借多年积累的时尚美容知识 开始写起了专栏 做买手 开始装店 那时的他呢 忙到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 有时晚上回到家 累到眼皮都睁不开 但还是要强打精神 写两三个专栏的文章 期间也曾有人样住手 给他送来一张 没有填数字的空白支票 但是他却给对方打电话 说这笔钱呢 可以算是自己借的 或是对方的投资 而对方则回应了一句 你怎么这么复杂 可以简单一些吗 主持人呢 也问 在那么难的情况下 为什么不接受 他说 如果我接受了 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能收下第一张支票 就一直收下去了 而当时的张晓辉 已经是山崇水尽了 连想要拿出状告媒体 毁谤他的十万块 律师费都拿不出来 但是在这样的境遇下 他还是有所坚持 他爱购物呢 是真的 曾经说过 饭可以不吃 衣服不可以不买的名言 但是他也说过 其实呢 自己没有怎么花过男人的钱 交往的男友 有钱人很少 即使对方有钱 无非是接送他的车好一些 去的餐厅更高档 喝的酒更名贵一些 当初嫁给钟振涛 也不是因为他是大明星 只因为他就是那个他爱的人 其余的男朋友 都是因为对方 能给他带来开心 他们送的礼物 可能是一张CD 或者一束花 其实呢 他真的是一个很坦诚的人 在接受蔡康荣的访问时 他直言不会 自己曾同时交往过 五个男朋友 但是彼此都知道 对方的存在 而他的理由 是因为他经常出差 需要不同的人陪伴 而且太早结婚 如今恢复自由身 所以呢 要把以前错失的补回来 不管他的交友观是否正确 但是他敞亮的做人态度 还是让人佩服 曾经找他拍摄过桃色的导演 杨凡呢 也说 张晓慧呢 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 如此看来 他也真的是很敢说了 在他拼了命的努力下 再加上他发现债务多 是计算不得当的利息 通过上诉 法院判决减轻部分欠债 张晓慧呢 最终缓清了欠债 他那股不服输 始终要活得漂亮的人生态度 被一叔大为称赞 一叔呢 也称张晓慧 是他最欣赏的人 至此张晓慧的名声似乎有所好转 但是好景不长 因为子女的事 张晓慧又和钟振涛对拨公堂 这一次连他的孩子都与他作对 事情呢 源于张晓慧的妹妹张晓婉 和钟振涛信任妻子 范姜素贞的一次争执 张晓慧希望钟家芹 能回去和妈妈张晓慧一起住 但是从小跟着钟振涛 长大的钟家芹拒绝了 张晓慧因为是范姜素贞 从中挑唆 因此呢 两人掀起了骂战 而远在国外的张晓慧 则马上赶回香港 一纸诉状呢 将范姜素贞告上法庭 据说他的儿子钟家芬 曾却妈妈不要这样 免得要妹妹为难 在遭到拒绝后 他大骂张晓慧是废物 媒体在采访钟家芹 对此事的看法时 钟家芹说 范姜妈妈对她很好 在评价张晓慧时 则一脸冷漠地说 她可能是又想搞事情吧 钟家芹呢 还劝哥哥 不要理那种老鼠家庭 儿女的一番做法 无疑又把张晓慧 好不容易有所好转的名声 给毁了 好了